早安YouTube,我是豆腐 我嗨YouTube,豆腐です 在这个频道当中,我会用简单可爱的小动画 分享出学者也没有懂的日文知识 本频道的更新顺序是按照日文的教科书圣经 大家的日本语,系统化的制作 经过我理解消化的内容 是为了节省中文母语者自学,花费的时间所制作 所以如果你要看最简单的影片 请从播放清单,零基础开始 如果你学过一点五十音,但五十音还不熟 一样建议从零基础开始 如果你五十音真的都差不多会了 建议从片甲名发音开始 如果你真的片甲名都会了 那就跳过片甲名从发音开始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发音超标准了 那就从大家的日本语讲解,播放清单开始 这系列是最新的进度 因为没有标上数字 是因为不适合零基础的人开始看 适合从以前就一直有在看我影片 想要看到最新进度的同学 我是每一课都会分段说明 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这个绿色标题的系列会一直往前走 照顺序越来越难 不管是绿色标题还是蓝色标题 都是按照顺序的 如果你真的无所适从 可以照有数字顺序的 如果你已经有点基础 可以从绿色标题开始 会讲上面那段是因为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同学 只知道这个频道是教日文的 不知道是有顺序的 所以以后每一个影片都会讲一下 定位是我开频道前就想好的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频道定位不明 那是我讲的不够清楚 真的很不好意思 之后希望能让你们好好运用 日文变得更好 甚至比我好 事实上到20课的话 是大家的日本语唯一译课 全部都是普通体的文型 也有教科书说是普通形 但是藤原是刻意说体的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跟前面的ない形区分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ない形是只有变一个字 比如说不吃是食べない 这是指一个字 但是体是一整个句子的语气 比如说我不吃 俺は食べない 也就是可以跟家人朋友说话的语气 是完全不同的分类 而这课的重点 就是你要会普通体 跟定型体 可以转换自如 这是一个日文能不能够流利的坎 如果这个20课 你能够掌握八成以上 那在日常生活的对话 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顶多就是一些不影响沟通的小错误 而20课要注意的 我们先从结论讲 是过去否定的部分 因为日文的时态是这样的 我们最先学的是名词的现在肯定 名词的现在否定 动词的现在肯定 动词的现在否定 等等这样一直慢慢累积过来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多 那的确是很多 20课包含的是一整个体 所以要消化起来也是要一段时间 短时间掌握不了是很正常的 各位同学不用太灰心 所以这边藤原整理了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这样的分析 辅助自己的学习 首先第一点同学要知道的是 有哪些词 句委是会变化的 因为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自己在从什么变到什么 也不晓得 整坨就乱在那边 不知道在搞什么飞机 所以这边要很直白的跟同学说 会变的是动词 一形容词 那形容词 名词 这四个 就这四个而已 然后以这四个为基础 分别会有 现在肯定 现在否定 过去肯定 过去否定 这四种时态 照这样想的话 4乘以4 应该是16种时态啰 火力加在 名词跟那形容词 四个时态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可以少计四个 总共只有12个时态 而且很多都是很直观很好理解的 所以只要稍微有耐心 人人都是可以学好的 连我这种笨瓜都能学好 大家一定都可以 另外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20课是综合前面几课的内容 17课 耐形 就是否定 18课 圆形 就是现在肯定 19课 他形 就是过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过去否定 因为过去否定没有一课有特别介绍 你必须要把17课跟19课的内容整合 才有办法 这次大家先记住一个口诀 过去否定就是先否定再过去 这个大原则一定要记住 因为所有词都是照这个顺序的 这次的内容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应该怎么看待20课普通体 下次再跟大家介绍应该怎么分类记忆 这12种时态 会比较好搞清楚 当然你可能已经记过了 那可以再重新参考一次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或是重新厘清一次观念 这次的练习是 请问要把名词 一形容词 那形容词 或是动词 换成过去否定时 应该是先换否定 还是先换过去呢 请在下面留言作答 或者是你还有其他对于这课的意见 或是对于频道的发展方向有想法 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 我会每一条都会看 你会尽量回复 谢谢您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关于学习日文的诀窍 请一定要按赞订阅小铃铛 我的频道 就可以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制作 我是腾圆豆腐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